我們現在來看看那個輸出的部分 你如果要做高畫質的輸出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內建的 一種是外掛的 好 我們首先看一下上面這裡 我們以3D的輸出來看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照相機 有沒有最上面這裡有一個照相機 旁邊這個叫攝影機 所以他可以做動畫 攝影機的動畫 有沒有看過那個 一些劍案有沒有 他就攝影機進去照給你看 喔這個大概長什麼樣子 好所以實用暫體可以做到這樣子 那麼呢 他除了這兩個以外 也可以從哪裡 在這裡 工具裡面 工具裡面 其實這裡有一個比較新的外掛 我後來現在都是用這個 都是用這一個 好那 其實呢這裡 還有另外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也是 好這個也是 那 原則上呢我先用他標準的給你看 你先找到你想要的角度 好以3D來講你就找到你覺得 我OK的角度好我按下這個照相機 按下去之後呢他會有這個視窗跑出來 好跑出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裡有沒有 有一個叫畫質 他有四種畫質可以讓你選擇 前面這兩種 這裡有兩種 他是不會有產生陰影的 那麼後面呢 這兩種會有陰影的變化 不過原則上我通常就直接挑最高品質 好所以 我就在這邊 好我把他拉到最右邊 各位注意一下你的畫面的變化 有沒有注意到下面這個跑出來了 多了這個日期 時間 因為我要把你算光影 因為我要把你算光影 不同的 日期不同時間不同緯度是不是不一樣 對不對 嘿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注意的 那 你可以看到這裡呢 我們 記不記得剛剛提過這個紫北針 點兩下你看看 點兩下 有沒有注意到 緯度 已經自動先抓到了 時區有沒有抓到 所以他現在算的就是會我們這一邊的 如果你做的 比如說你是做法國的 當然就不因為我們這裡啦 這樣光影不一樣 對不對 對時間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 真的那個 是可以做調整的 好 那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現在呢 就來這裡 按輸出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說 盡量不要用他預設中午12點 因為中午12點 通常他輸出的畫質會比較亮 也就變得比較白 比較白 待會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然後點到這個數字 就來這邊 調一下 比如說你要下午的 3點到4點 這樣OK 那因為我們現在做的是戶外 所以 你這裡有一個選項也不用 就是天花板上的光源也不用再增加 你可以把它關掉 好下面這個 你可以把它關掉 他預設輸出的大小是400 乘以什麼 你3D這個 視圖的高度 好那我就先用這樣子就好 因為呢 我們先看按下開始 這時候他就會比較認真開始幫你算 因為他算光影的變化 那麼 你會發現說 有一個地方會算得比較慢 哪個地方 有樹的地方 為什麼 樹的光線變化是比較多 因為葉子很多啊 所以他算的那個 就會比較久 有沒有覺得 現在 算好的 跟剛剛看的不一樣 有沒有陰影上的變化 對不對 對 我通常會先用比較小尺寸先計算 大概看了沒問題 我再用大尺寸去做輸出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這一個 那這個呢 就會 牽涉到你顯示卡的效能 所以我們現場有一個蘋果咬一半的有沒有 他 輸出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MAC的 他的那個 顯示卡效能確實比較好 那 為了 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最近他有一個新的外掛 我一併用給你看 你看這裡 一樣找到這個工具這裡有沒有 Tours 你往下走最下面這個 這是他新的一個 輸出的 引擎 那 你從這個地方按下去 官方網站是有人提到也許可能下一個版本就變成他預設的 但是呢 目前 還是以外掛的方式呈現 你會發現就是他的 畫面基本上都是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這裡不一樣有沒有 POWER BY這個 其他都一樣 那我們試看看喔 一樣剛剛那個 你按一下 你會發現他算的儲的速度有沒有快很多 八邊都一樣一台 有沒有速度快很多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哪一個隨便你啦 因為官方預設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可是 如果可以的話 靜態的 目前他只支援靜態的 你要做動態的還是要用他官方的 但是做靜態的我會選擇用這個 好你做好了輸出好了你就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一個儲存 存出去就會是 PNG的塗檔格式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針對 3D的部分 3D的部分你可以這樣子做輸出 那 2D 那2D勒 各位有沒有想過2D該怎麼辦 我們上面這裡不是有這個嗎 有沒有同學你是會以打垂著的 學過那種向量軟體的 有對不對 我問一下 向量軟體要畫這個你覺得簡單嗎 應該還是有一定難度嘛 所以 使用戰典的好處就是不管2D3D都可以拿出去 上面這個2D呢 你可以 在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的右鍵 空白的地方按滑鼠右鍵 或者你找選單的話就找平面圖 也可以 好平面圖你按下去 有一個 叫做應該是最下面我這邊看不到沒關係我按右鍵好了 有沒有最下面這裡有一個數字 輸出SVG SVG就是向量的 所以呢 你把它輸出之後到Illustrator 告訴各位這些物件都還可以用 在這裡 如果你電腦裡面有裝Illustrator 我們這裡有 你就可以把它打開 好就可以把它打開然後你那些物件 你就解散群組之後可以個別再做調整 因為這樣子你可以在Illustrator補充更多資料 對不對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現在Illustrator打開之後我們可以從這邊開啟舊檔 你就可以找到我們剛剛的 這個 打開 那第一次打開它會有一個好像錯誤吧 這個沒關係 但確定 好進來了有沒有 在這邊 那麼 你這個呢 它是一個群組 所以 你如果 覺得這樣不方便 你可以把它解散群組 解散之後 每一個物件 有沒有都還可以移動 所以你就可以自行再做調整 因為畢竟那邊是3D的嘛 有些可能你要做一些 插畫啦 或者是做更多說明的時候 還是在Illustrator 這種向量軟體編輯比較方便 這樣 沒問題吧 所以 這個是 SYUM3D它一個蠻特殊的 那麼 既然講到輸出我們再回歸到這邊來 請問 如果我剛剛在輸出的時候 我們剛剛是輸出白天的下午4點對不對 可不可以輸出晚上的 可以呀 來我就用這個比較新的這個外掛 來看 如果你要輸出成晚上 我們就把這裡 上午下午把它按一下 右手邊這裡變得月亮了 表示這個時間是晚上 好我就一樣按一下 開始輸出 你會發現速度特別快 好啦 已經輸出好了 有沒有 為什麼會一片漆黑 因為你沒有繳交電費呀 你有沒有放燈進去 沒有對不對 所以到了晚上一片漆黑 那怎麼辦 來來來各位請看左手邊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 有沒有一個類別叫做電燈跟燈具 其實 你如果曾經學過3D軟體 就是所謂標準的3D軟體 你應該很清楚 做模型 貼材質 打燈光 架攝影機 做動畫 這是我們在學3D的時候 五大模組 五大模組 那你要做這一塊 光一個模組你就搞很久 尤其要做得好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不對 那在 使用粘地面 它其實就是綜合在一起 那麼所以它的燈也跟真正3D軟體一樣 它有兩種燈 一種就是 真正有這個燈具的 這一種 也就是這個手電筒 不是只有手電筒這個模型 它真的會發光 另外一種就是 只會發光沒有燈具的 就是像這一種 有沒有看到燈泡 它會發光 可是你看不到這個 燈具 這樣了解嗎 好那我們先試看看喔 這裡有路燈啦 我們往下走往下走 有一些路燈 這裡有一顆 有一個路燈把它拿出來 好我再複製 Ctrl鍵按著拖曳一下 拿出來 再拿出來 好現在我有三盞 三盞燈 一樣 我就用剛剛那個外掛程式 一樣的時間我們再按下去 這時候它就會比較認真計算一下的 請問有沒有稍微亮起來了 有沒有亮起來了 有對不對 好那亮起來如果你覺得還不夠亮怎麼辦 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 燈本身可以調一點點亮度 所以我點兩下 各位你看一下 在這個裡面 有看到 亮光源的亮度了嗎 這個地方 它最高是調到100%而已 所以如果不夠亮 就還要再想辦法 但是呢 你可以做基本的調整 你要它亮一點 這裡也可以做調整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不要忘記 你有這個 有這種燈 如果你今天要白色燈或這個 白字光源都沒有關係 我就把它拉進來 拉進來 好 這樣有沒有看到好小一盞燈 對不對 你看 它預設的大小只有多少 10公分 10公分真的跟我們家裡面那個燈泡差不多 燈泡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需要比較大一點的 比如說我用300公分好了 這樣可以嗎 這個燈 就會變很大一顆 那它照明的範圍 真的就會變大 照明的範圍變大 你看 我一樣的方式 在這裡 我們重新再輸出一次 你有沒有覺得變亮一點 有沒有很明顯變亮 可是你看不看得到那一盞燈 這裡是會變亮 可是看不到那一盞燈 這樣應該了解 有燈具的實體跟沒有差在哪裡了吧 那麼你 覺得 這樣子 太亮你可以把這個燈光移高一點 那移高一點它下面的影響就相對比較少 所以 燈泡本身 就燈 也可以 懸空高度 有沒有 也可以拉高 也可以拉低 所以這樣子會不會用的 這樣OK 所以這個是在燈光的部分 稍微補充一下 如果你覺得 我就是要亮 可是沒有要怎麼樣 沒有要 看到 那麼多的燈具的時候 就搭配我們這種光源就好 不過它有一個限制 什麼限制 光源本身的顏色 如果你當初選了這個白字光源 那很抱歉它就是白的 它沒辦法說我現在換成紅的 換成黃的 你就要換 它只能調亮度 有沒有這裡只有調亮度 它沒辦法直接 調整那個顏色 這是它的一個限制 好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輸出會不會了 OK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